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要解决我妈妈最主要的问题 我看到有绳子 有两个画面在交叉 一个看到一个绳子是绑在一棵树上面 另外一个绳子绑在你妈妈的脖子上面 就这样了,好像累得很紧 看得见吗? 这样累得很紧 这一种绳子是绑在一棵树上面 是绑在一棵树上面的 绑在一棵树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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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个 用个东西累在那边 累在那边,累在树上面 那个树上,累的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累了一只狗 累了一只狗 是背对的树,把它累住了 一只狗 一只狗 不知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才知道 一只狗 就绑在树上面 绑在树上面 绑在树上是背对的绑的 这个狗不大 反正不是你们家自己的 如果你们家自己的话 也小不得干这个事 我就不太好困 这有可能是前代理的 你不一定知道这个事 它像一个狗 它的头在外面 就把它绑着 一个小狗 一个小狗就绑在那边 好像是邻居家的狗 邻居家的狗 绑在那个 绑在那个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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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与길家的狗 丹居家的狗 那个冶居家的 那特别喜欢狗 你家的前辈 COLY useful 特别不喜欢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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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句话 我知道我家的前辈 特别不喜欢狗 我知道我家的前辈 特别不喜欢狗 对 我知道 我家的前辈 特别不喜欢狗 我知道我家的前辈 这个喜欢狗不喜欢狗反正个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对一处 但是如果狗跑到你们家里来 那么你们如果不喜欢它把它捆住的一个地方的话 因为狗有灵魂的嘛 你说狗是有灵魂的 这个就是慢慢慢慢相当于同你家的前辈在说 我们一边看到了一边在说狗是有灵魂的 狗是有灵魂的 你就是把它捆死了以后它灵魂会找回来的 你就是把它捆死了以后它灵魂会找回来的 现在就相当于捆那个狗的时候 那一开始那是捆在肚子 捆在肚子 后来捆在肚子的时候就是那个狗 它在挣扎的时候就慢慢慢慢掉了 它是那个狗 他们说起来也讨厌 他们跑到那个 你家的前辈养了的小鸡 养了一对小鸡以后 那个狗老是罪那个小鸡 老是罪那个小鸡 搞得心里很心痛 如果你家 这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现在养小鸡 总是被人家的狗罪的 鸡飞狗跳的话 人家说这真的叫鸡飞狗跳 心里很心痛 很心痛 终于抓了一个机会 就把那个狗带住一个 就送到那个圆一点的地方 反正他们邻居不知道的地方 就把他捆了 捆了以后呢 他脸是对在外面的 外面这样捆着 捆着那时候呢 他挣扎挣扎以后呢 挣扎挣扎以后呢 那个狗往下掉了 狗往下掉了以后 就脖子卡在那边 就相当于 本来呢就是他教训教训他的 也没有说把他捆死 所以呢 就是捆在那边 让他受点哭以后 怎么隔一两个小时以后 再去把他放下来的 哪知道 那个狗挣扎挣扎以后 身体往下掉了以后嘛 就一下子就 一掉以后就卡在脖子那地方了 然后一下 然后那个一下锤嘛 现在那个绳子就卡住了呀 本来有回旋移地的 当一下锤的话就卡住了 卡住了以后 就卡在这个地方 现在你妈妈呢有很明显的一个 一个喉咙卡住 另外一个壁器啊 壁器啊 就像那个 类似人上吊的那感觉 当然这次上吊的是狗啊 听得见了吧 好听得见 嗯 就相当于就是 嗯 相当于 一个绳子卡在这里啊 你妈妈呢 那个应该来说 那个喉头上的 位置啊 你想样子 绳子的话 一边来说 掉在那边 就偏高的地方 问题啊 在高的地方 不在低的地方 你知道你妈妈的那个 病变的位置吧 嗯 耶 荷隆那边长那个肿瘤 对 那个肿瘤呢 那个肿瘤呢 是偏在高的位置上啊 高的比较高的位置 而不是偏下的位置 耶 耶 这次对战 你也没告诉我啊 因为我现在亲眼看到了啊 亲眼看到了 因为那个绳子是 一挂以后 绳子一挂以后 他就挂在他的上侧嘛 你看到吗 把他一挂以后 就在上侧 上侧也就是说 你妈妈现在肿瘤的地方 就相当于 倒骨头来 被那只狗啊 倒骨头来就挂住了啊 倒骨头来 来报复了 我把这个亲一哥哥再重新讲一下 这样把你思路理清楚啊 就是邻居家呢 有着狗 然后呢 你前辈那个家里呢 养了小鸡 那个 这个狗啊很讨厌 老是不会对你家那个 你的前辈家养了小鸡 所以呢 你家前辈很老虎 终于有天把他抓到 抓到以后就 拿到外面 远一点的地方 就把他捆在那个树上面 捆在肚子上面啊 本来也没想把他搞死 想叫醒他 一两个小时以后 再把他放回来 放下来的 哪知道 回来 回去再一看的时候 那个狗 往下挣扎的时候 往下掉了 一看儿子卡在脖子 这样就吊死了啊 吊死了啊 吊死以后 现在这个狗的灵魂就找回来 找到你 找到你家的妈妈 也就相当于 人家一些话叫 附在子环嘛 前辈干的事情 他们前辈年 现在年纪大了 年纪走了 现在就找到你妈妈了啊 所以一根绳子 倒过来 挂在你妈妈这边 所以呢 偏的位置比较高的地方 啊 现在你搞什么 事情的来龙去面 是这么一回事啊 然后你替你前辈啊 向那个狗道歉啊 对不起 我家前辈不应该拐你 把你挂在这里 啊 对不起 我家前辈不应该把你挂在这里 嘢 你说 我家前辈这个做法是固负了 你说我现在把你 从绳子上放下来 我现在把你从绳子上放下来 对 你说 我应该早点阻止他 把你挂上去 对 刚才第一的话呢 讲的 第一个呢 向他道歉了 接下来你说的话呢 把他要做的事情解绳子 然后呢 实际上后来又进了一步了 我不是今天的解绳子 应该在绳子捆他之前 应该劝阻祖辈啊 把这个狗啊 不要挂上去 就像那些提前 让他不要挂上去 你心里这样想着 你也对那狗说了 我应该早点阻止 我家前辈把你挂在树上 你说对不起 都是我家的树 然后你说了一句话 你说啊 我知道你是个很可爱的小狗 你是个很可爱的小狗 你是试图想通寄完 你是试图想通寄完 你能试图从小鸡起玩 但是呢 我家前辈啊 把你误解了 以为你要 在追着小鸡 或者甚至要吃了小鸡 我家前辈误解了 你要追着小鸡 或者要吃了小鸡 对 因为那个狗呢 是追着小鸡玩的啊 但是呢 那个前辈看了以后 追着小鸡觉得很心痛 假如说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小鸡被狗 或者猫追的话 我们也心痛啊 也根本不知道 这个狗有什么心事啊 这是一样的是吧 就是不知道心事嘛 实际上这个狗呢 狗有点令人讨厌 来人呢 也会这样跳的啊 那小鸡的话 你禁不住这个狗啊 这样跳 但是这个狗呢 它确实没有心事 要吃这个小鸡 但做了这个动作呢 夸张啊 有点夸张 夸张以后 搞得家里人很心痛啊 但是你现在 从这个狗沟通的时刻呢 就表示你很理解它 因为理解它沟通上了 它就会离开 它的灵魂 所以你对它说 我知道啊 你只是陪着小鸡玩的 我知道你是陪着小鸡玩的 对 我知道你只是 想陪着小鸡玩的 我知道你只是 想陪着小鸡玩的 我家的前辈误解了你 我家前辈误解了你 对不起 我向你盗窃 对不起 我向你盗窃 然后你刚才把那个小狗啊 人家那个放下来了啊 你对它说 我抱抱你啊 你说我抱抱你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狗 加一句话叫童心未灭 就是像儿童的童啊 童心未灭 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孩 再加上你强调一些童心 就像他把他年龄再推小了 这个意思呢 就是你没有怪他啊 只知道是顽皮啊 他觉得你非常非常理解他一个 他从你抱着他嘛 抱着他的时候 他就 就有点挣扎了 有点挣扎 他就得要下来了 就得要下来了 就得要下来了 然后你说 我现在把人放下来 这个时候呢 你说几话 我知道 现在你长大了 不喜欢 被别人抱着 我知道 你现在长大了 不喜欢被别人抱着 就这样的想法啊 你说对啊 对啊 对啊 你说那个 你想自由之下来 玩死你的天性 你想自由之下来 玩死你的天性 然后你再说到 我的前辈把你捆起来 是不对的 我的前辈把你捆起来 是不对的 对 经过你刚才向他道歉 又讲了很理解他 所以呢 你这么又讲一个 他已经把前面的 捆在树上的事情了 这个事情忘了啊 你不记仇了 相对于啊 不记仇了啊 不记仇了 以后那个小哥 摇到尾巴就离开了 离开了 走开了 走开了 也就是说 我没有处理的 就是让那个灵魂离开 高高兴兴地离开 刚才呢 我同意那个 教你的那个沟通呢 就是 一个 首先 把前面的那个 为什么 发生了 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看明白了 原来是个小狗 那个脖子在那边 累着了啊 另外一个呢 原来是因为 他那个小狗 像他小鸡丸 但那小鸡被 追得像那个 人家所说的鸡飞狗跳 这样的话 家里人不高兴了 就把他捆起了 然后呢 就是 你妈妈 几个症状啊 一个喉咙这边 因为被绳子卡着啊 那么这边 就累出来了 长了肿瘤啊 另外一个 你妈妈呢 那个呼吸不太好 这不现在 这边卡着了吗 然后呢 你呼吸不畅的话 你呼吸不畅的话 你 你掉在那边 什么事也干不了 呼吸不畅的话 那么你妈妈就没得气了 你知道吧 所以呢 你妈妈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 就是没得气 就相当于人 就卡在那边 没得气了 没得气了 另外一个脖子 在那边卡着的话 卡着的话 吃东西就 很多东西都咽不下来 咽不下来以后 就人越来越消瘦 越来越消瘦了 而这个症状是 因为你家前辈先 把这个狗搞得卡着了 后来呢 狗的灵魂来报复了 来报复的时候 倒过来 一个身子 望上 立在你妈妈 那么现在 同那个小狗沟通完了以后呢 小狗离开了 不同你妈妈纠缠了 离开以后呢 你妈妈 刚才我提到的 这些症状都会 逐渐就 逐渐就 改善了 明白了吧 这样呢 就是 我们要做的是 让这个狗的灵魂离开 我们解决它 只要不谈谈你妈妈 就可以了 它有它的人生 现在离开了 那么 这样就可以了 我妈也说过 他说话也没什么力气 对呀 对呀 对你妈妈来说 说话是很困难的 像那个绳子 累在这里吧 像那个绳子 累在这里 说话也没得气 吃饭也困难 然后 像那个 那个 一个 掉在那边 那你全身就没得气 基本上全身都没得气 那么 那么 我妈也说过 她也说过 她全家 全家 好像 姐姐 妹妹 好像都有这个 主名 对 这就对了 对 这就是我平时 一直讲的 因为是你家 前辈 而做的事 所以 他来报复的时候 把那个 晚辈 全报复了 明白意思吧 明白 也就是说 今天 我一灵牌以后呢 让这个狗的灵魂 从家里离开了 如果这个狗的灵魂 没离开呢 你再过来 再过来 那个 一二十年 那个狗 可能找到你了 你这边 也产生了 所以 医学上 讲的遗传 遗传 实际上不是遗传 是那个一个灵魂 跑到你家里来 然后一代一代 晚辈 讨债嘛 明白意思吧 明白 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 你妈妈前面 前代里边 所以他一代的 早下来嘛 所以你说 你的妈妈 那些姐妹 都会有嘛 那么 现在就相当于 通过这个处理以后呢 这个电视障碍 拔掉了 拔掉以后呢 你家里的 今天是跟你妈妈排的 但是呢 这个灵魂 从家里 一离开以后呢 你家里的其他人 跟在一起好 明白意思吧 明白 跟在一起好 也就是不像 西医所说的 我要一定要知道 这个病人 才会好 因为我找的是 那个外人 附在他身上的 哦 原来是前辈 那边传下来的 那么他爸的 后代全报复了 那只要他一离开 那么其他几个人 身上的症状都会 都会改善 哦 哦 哦 这样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明白 然后那个 呃 就是 我爸就是说 过多了 过几天 这就可以 就是就可以去 那个 有精神的 然后也可以去上班的 这样子 哎 对 你先看一下 看一下 应该来说 应该脖子这边的 症状会越来越好 首先那个 应该那个 内着的症状 先 先消失了 内着的 然后呢 逐渐逐渐 那些其他的症状 也一起跟着 慢慢慢慢再好转 哦 哦 好 这样 哎 哎 哦 好 好 好 那我呢 呃 呃 呃